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至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白斯 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接近30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 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 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 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料剂 伏 牛 花 伏 牛 花 伏 牛 花 主要的医疗范围是肝和腎 这两个是最主要的症状器官 但伏 牛 花也是有很广泛的应用的地方 其中一个就是可以医一些肿瘤 尤其是有一种有根的 有固体的生长物的肿块 就是说有一条长肠地 有个钉在那些 那有个案例呢 就是讲及一个 烟喉 那个喉屈 腥带 腥带 那个部位呢 腥带的部位呢 是出现色肉的 有红的 还有呢 是有条有有一个生长的根 这样的 粘着的 那初初那位医生呢 试一试用那个质白 因为质白一向呢 对一些这样的生长物 小的肿瘤很有用的 就无效 因此乎呢 他就采用了 腐牛花200C 比较强的 OK 效果不错 那跟着呢 这位医生呢 就慢慢呢 就是用 减低的份能呢 是一路一路的 继续治疗呢 直至到那个 蜥带的蜥肉呢 就消失了的 那 通常呢 如果一般人遇到 腥带的蜥肉呢 那 通常他们都以为呢 一定要靠非开刀不可的啦 对吧 那但问题呢 就开刀一定有个风险 又要麻醉 应该都要全身麻醉的 那但是呢 还有一个问题呢 这些蜥肉呢 是会继续生的 就是因为你不是用 用开刀去切除呢 是其实没有将那个问题的 那个起源呢 是处理过的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用开刀之后呢 那个问题呢 会重复出现的 那如果这些手术 玩一下做得不好 不妥当呢 整个声带都受损 或者割伤了呢 就直接没有了声天的 好啦 另外一个案例呢 就是一位 五十二岁的男士 那他有风湿 有风湿 有风湿 脚脚有风湿痛 那那个走路呢 就开始无力的了 那有一次呢 他就走了一个短的路程呢 就被逼要停止 因为有一种很强烈的疲累的感觉 很沉重的感觉 还有法院提武力 这脚呢 就是僵硬了的 那 还有呢 那脚呢 好像觉得很冤雨的感觉的 那结果这位 那些同疗法医生呢 就用了一剂的 那个伏牛发一剂呢 那就 那个就完全医好了 那当时呢 他那个一剂之后呢 他观察了他 那到第四天开始呢 就一路好一路好 那结果就这个症状呢 这种这样的风湿痛的 关节的风湿痛 这脚风湿痛呢 就一剂之后搞好了 那另外一位医生呢 一个个案呢 就是一位女士 她呢 她呢 都是有 她的脚跟 脚跟 那个 圆波的位置 那个波的位置呢 脚底那里呢 就出现呢 是一种切痛消烈的痛的 当她一踩下去的时候就痛了 OK 那这种痛很有趣的 如果她就这样踩呢 踩久一点都不痛的 但是早上一起床 一开步一踩呢 就实际上好像针刺那样痛的 那其实这位医生呢 就开始用一剂 用那个 复牛花200C 就医好了这个Case的 复牛花这人的体质呢 通常呢 比较是多育型 那就是 还有呢 但是呢 没有什么耐力的 就是你看上去呢 她都有长肉的 但是没有什么耐力的 或者一些 未老先衰的人 男女都是这样 还有有些呢 是有痛風的體質 亦都對一些人肝的問題 肝比較弱的問題 很多情況比較顯著的治療 都在腎和膀胱方面 如果你看回復牛花這個植物 你會發現有很多恐怖的刺 看上去有很邪惡恐怖的刺 你會想到這個刺 你會想到症狀是怎樣呢 所以這是對腎的療劑 尤其是腎石的皎痛 或者是膽石的皎痛 這種腎石為主要 膽石也是經常用得到的 剛才我說的樣子好像刺的樣子 所以很多時候病人的主要症狀 就好像被刺到的 譬如腎的痛 他會說出一點很痛 接著就放射出去 放射到腳那裡 或者放射到背部 或者身體兩旁 這種是尖銳 放射性的尖銳的痛 就是復牛花的主要症狀 好了 通常腎的問題出現 通常是走路會差 如果是觸動它 或者搓它一下都會差 還有走路都會差 一般情況是跳動 腎的問題會更加差 有些人是開車 長途車的貨車司機 都有這些症狀 因為他在車上 躺著躺著躺著 每次躺著躺著 他的腰背都會痛 那很多時候 這種腰背痛 其實是主要的腎問題 好了 還有一個很古怪的症狀 腎的感覺上 有些氣泡的感覺 那種氣泡的感覺 那腰背痛 就是下腰椎那裡 他們通常痛的時候 他就是找不到一個舒服的位置 或者是輾轉反側 坐又不是 睡又不是 有時候 他們要慢慢走走走走走 因為真的痛得太厲害 但主要是腎石痛 腎石痛 是很痛很痛的 通常腎石痛 那種搞痛 扭的痛 你用大量的孖啡 都控制不到 止痛藥都控制不到 但很多時候 一劑伏牛花 熱白絲就好用 好了 伏牛花 它傾向左邊的腎 石蟲 是傾向右邊的腎 但兩隻有時候都可以交替用 但有一種傾向性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膀胱 尿道膀胱不舒服 你會感覺到 腎就有一種酸酸痛的感覺 小便有灼熱 還有動動會痛 少許動動會令到腎很痛 好了 遇到膽囊的痛 情況很相似 那種痛就是一種射痛 由膽囊射出來 那種放射性的痛 那種放射性的痛 好了 遇到這些情況之後 譬如有些石 那樣 如果石已經很大 就很可能排不掉 如果石是小 也有機會 用軟的療劑 有機會 把它排解掉 除了這個療劑 我們有時候可以喝一些磁性的水 或者用椰青水 這些都有幫助 可以幫你排解它 就可能未必需要開刀 或者用超音波震射這種的 好了 那伏牛花呢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腎的補藥來的 一個常要的補藥來的 那記住呢 這個症狀是一點 然後射出來 好了 那還有的情況 可能是腎炎 本身是腎炎 即是不只是腎石 它本身是腎炎 通常有些輕輕撕裂的痛 那 從事呢 就小便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 即是收縮的痛 或者尿到發炎的時候 有些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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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便呢 量就會大量或少 即是交替 有些時候很大量的尿液 有些時候呢 就變得很少的尿液 但是呢 還有一個症狀呢 就是腎那裏呢 好像有些氣泡這種的感覺 OK 那所以呢 所以呢 腹牛花呢 在肝和膽的痛 那種這種的症狀 或者症狀 那種絞痛 記住呢 通常是殲弱的痛 而是放射性的殲弱的痛 那還有一個情況呢 就是那個子宮炎 就是交替尿液的症狀 或者有一些尿素高的頭痛 那頭呢 就感覺到很大 好 很痠痛 以及好像被人打過一樣的 那好像呢 那個頭蓋呢 就是有一頂大 沒有結實的 這個伏牛花有三大症狀 醫治 腎 肝 關節 還有一個情況 症狀有時候會交換交替 會動動不斷地改變 例如可能十分鐘覺得很口渴 但半小時後一點都不口渴 或者一個痛就突然離開 突然間離開 或者是大便 然後是肚舌交替 或者胃口非常好 突然間沒有胃口 完全不想吃東西 交替的情況也是伏牛花的情況 最後一個情況就是 磁力腺腫大 再加上 曾經有肽養臟病例 磁力腫腫腫臟的問題 磁力腫腫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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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部 有時會覺得會音 好像有條件頂著 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用的 當然磁力腫肺腫肺腫肺 好了 還有一個應用的地方 就是肝門出現的拋疹 肝門的拋疹 這個也是很好用的療劑 還有一個應用的地方 就是肝門的肝裂 肝裂通常開刀是無效的 而且很痛苦的 就算被你封了肝門裂痕 它都會出現很嚴重的後遺症 或者可能出現慢性肝炎 或者肺腦 好了 在女性的經痛裏 經痛都是一種刺痛和放射的痛 那種痛是由身體直角的方向走 或者在尿道走進大腿 然後出現腰背很嚴重的痛 也有一種痛就是指甲 指甲下面有一種很嚴重的神經痛 非常非常之痛 但你記住 像陳欣索所說的 這種植物好像一種刺 有很多 掌握很多恐怖的刺 所以 它的陣形很多時候 是有些刺傷 好 福牛花 也是一個很好用的療劑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袁醫生剛才介紹的同類療劑 覺得適不適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寧丹妙藥呀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銅鑼灣 炸電街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啦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